大家好,我是小黛,欢迎来到第226期参考信息 最近,西藏的高考新政引发了热议 3月18日,西藏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区招商引资企业投资经营者子女 参加我区普通高考报名的通知 投资者的子女在西藏参加高考需同时满足三个条件 第一,是在藏首次实际缴纳投资额300万以上,且五年内不得撤资撤股 第二,是企业需在藏注册且连续经营三年以上 连续三年以上在藏纳税 连续五年以上吸纳西藏户籍人员就业,每年保持在五人以上 第三,是投资者子女应具有西藏户籍三年以上 西藏高中阶段学籍一年以上,且在藏实际就读 门槛看上去不高,因此被解读为 西藏突然大幅放宽高考限制 不过文件名竟然叫进一步规范,说明以前就有这个政策 2006年,西藏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的规定里就有 在我区注册且经营三年以上含三年的经营者 其子女户籍按有关规定迁入西藏三年以上 具有西藏高中学籍一年以上,可以报考区内外高等学校 这次对投资者子女要求方面,变动是要求至少实际就读一年 西藏市高考分数挖地,高考移民争议时有发生 2021年就有网民反映,临知1727名高考移民中 750亿人不同程度的没有实际就读,弄虚作假 最终有8名学生被取消了高考资格 衡水中学校长西会所之子也被曝光到西藏报名高考 后被取消了报考资格 很多中介的广告都是明写着,规划早三年,低分也能上本科 享受西藏招商引资政策,高一高二本地就读,高三进藏参加高考 以前对投资者没有附加的条件 注资10万,说是招商引资企业的股东就行 这次改成了300万,而且要求是原始股东 出资是实角不能是任角 还有的空股东没有纳税或者今年投资加入一家公司 明年子女考完了就撤资 这次针对性赌漏洞增加了连续经营,吸纳就业等规定 招商引资企业的界定也改为需要层层审批 需要自治区统一认可 以招商引资的名义,享受教育优惠政策是否合理 这次先不讨论 毕竟天津等地都在卖这种不平等 但没有国家政策关心怎么消除是荒谬的事情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回门槛提高了许多 300万可以到西藏投资让子女去高考 那3000万呢?3月1日起 香港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开始接受申请 重启投资移民 合格申请人需投至少3000万港币到或许投资资产上 或批申请人可协同其受养人 包括其配偶及其18岁以下未婚及受养子女来港 一般可获准逗留两年 期满后可申请延长三年 其后可在每个三年期届满时再申请延长三年 在港连续居住7年以上,可申请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如果你有3000万你会考虑 嗯,不对,你还会看我们参考信息吗? 疏解到雄安的北京户籍人员也有一颗定心丸 子女可以回京参加中高考 去年,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 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 中央出台了关于支持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 3月20日,雄安公委管委会召开发布会 介绍中央一揽子特殊支持政策的落实情况 目前已发布两批次107项金雄政务服务同程化事项清单 涉及教师、医护人员、注册建筑师等资质资格护任 社保及公积金转移接续等相关业务 实现北京的事雄安能办,雄安的是北京能办 雄安一卡通实现了一卡通办 在金金记医保定点机构就医可实时结算 在金金雄3D乘坐公共交通享受同程待遇 在金雄图书馆能同程借阅 目前雄安正在积极与北京市对接 推动持雄安一卡通进公园和博物馆 北京疏解企业可以一箭迁移 疏解人员的养老、医保、住房公积金待遇 不低于北京同期水平 北京市以交钥匙的方式援建了雄安北海幼儿园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 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等41所新开办学校 疏解人员子女在家门口就可以上北京名校 可回京参加中高考 同样在河北3月19日 一份关于调整石家庄市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通知文件 在网络流传 文件的落款是河北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委员会 多家媒体求证文件属实 石家庄自今年4月起 恢复执行全国统一首套住房商贷利率下限 二套房商贷利率政策下限 按现行的规定执行 目前石家庄执行的利率下限是LPR-50BP 调整之后30年100万房贷 每月多还170元左右 这两天不少市民加急上车 想赶在利率调整之前办完房贷 一些银行办理的人多 也会拖慢下款的速度 根据央行原银保监会建立的 手套住房贷款利率动态调整机制 对于采取阶段性下调 或取消当地手套房商贷利率下限的城市 如果后续评估期内 新房售价环比和同比连续三个月上涨 因自下一个季度期 恢复执行全国统一的手套房商贷利率下限 从去年12月到今年2月份 石家庄的新房销售价格达到了这个要求 此外广东惠州也从3月起 将首套房贷利率从LPR-50个BP 回调至LPR-35个BP 即从3.45%升到了3.6% 但仍低于LPR-20个BP的 全国房贷利率下限水平 不久前 政府工作报告明确2024年工作任务时 关于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大力优化经济布局任务 提出培育发展现域经济 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使县城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注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 促进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虽然巨子是并列结构 但很容易看出谁是重点 过去几十年 我国一直没有稳定的城市化发展路线 近些年逐渐承认大城市和都市圈的主导作用 全国现在大大小小的都市圈有30多个 不过多数还处于培育阶段 其中已经获得国家层面批复的国家级都市圈 目前为止有14个 涵盖金户之外几乎所有超大特大城市 2019年国家发改委出台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2021年起 南京成为第一个国家级都市圈 随后还有福州、成都、长珠潭、西安、重庆和武汉 6个获批 今年3月初 山东省政府官网公布济南都市圈发展规划 至此去年有7个国家级都市圈获批 分别是沈阳、杭州、郑州、广州、深圳、青岛和济南 其中广东和山东各自获批两个 济南都市圈的规划范围涵济南全城 以及资博、泰安、德州、辽城、宾州 五个市的部分县区 从广义来看 济南都市圈的GDP总量突破了3万亿 严格来说是1.92万亿 虽然去年一年批复的都市圈数量等于前面两年 但后来获批的无一例外都遭遇瘦身 无论是城市数量还是面积 都少于最早获批的都市圈 此外 目前我国还规划了19个国家级城市群 优化提升有5个 金金济、长三角、珠三角、成鱼、长江中游城市群 发展壮大有5个 山东半岛、岳敏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 北部湾城市群 培育发展有9个 哈长、辽中南、山西中部、前中、滇中、呼包鳄鱼 蓝州西宁、宁夏炎黄、天山北坡城市群 虽说都是国家级 但发展模式、成熟程度、战略定位各有不同 但这两横三纵可以结合交通图、人口图一起来看 有助于未来的选择 继续关注新近老朋友贵州六盘水 3月19日六盘水基监委通报 原水城县副书记、县长王尔滨涉嫌严重违法 正接受六盘水市监委监察调查 水城县在2020年已经改成区了 因此这个语言字在最前面 他受到关注是因为两点 首先这是王尔滨的第二次落马 2018年他被查出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理金及购物卡 出资入股企业、违规从事盈利活动 低价购买商铺牟利 低价装修住房、收受个体老板钱财 高价卖房、收受房地产商人钱财等 被开除党籍、连降三级 重新成为我们群众的一份子 因此这次查他的是监委 不是纪委监委一起 另一个原因是 王尔滨是原六盘水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 时间是从2014年到2018年 2016年10月起 他还担任水城县委副书记 后又担任县长 以形化债当时贵州女企业家的两家建筑公司 承包野玉海景区10个项目的时间 是从2016年到2019年 从时间线上来看 两者有交集 王尔滨担任县长 野玉海管委会主任 对野玉海的重大项目拥有绝对的决策权 女企业家所承包的重大项目的立项 概算批付 资金拨付 资金调整等事项 按程序都需要王尔滨签字同意 不过不能就此证明 两件事有因果性 但王尔滨上次被查 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没有移送司法机关 从结果反推 他犯的是小事 不需要坐牢 这次则明确说他涉嫌严重违法 应该是有更严重的贪腐情节了 贵州省调查以形化债事件将近一个月 本月初在北京参加两会的贵州省长表示 一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会有一个解决方案 关于基层反腐 最近还有一个动向 中纪委国家监委案件监督管理师 日前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 说部分县级纪委监委办案 呈现两多两少的现象 查办一般党员干部案件多 查办县管干部案件少 留置上级交办人员多 留置县管干部少 全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县 全年没有留置一名县管干部 聚焦查处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不够 最后看看东航321空难两周年之际 民航局3月20日通报的调查进展 航班机组资质 航班保障 飞机运行和飞机试航等情况 均符合要求 2022年3月21日 东航云南公司一架波音737-800客机 从昆明飞广州的过程中 自巡航高度8900米快速下降 最终坠毁在广西吴州 事发时飞机机头向下 以几乎垂直的角度撞向地面 机上123名旅客 9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 事故发生一个月后 中国按照国际民用航空公约 向国际民航组织和参与调查国 发送初步调查报告 按照国际公约 最终报告要尽可能在空难发生后 12个月内公布 如果调查起来难度大 可推迟发布 但进行调查的国家要在每年空难周年日 公布一份临时声明详述调查进展 国际上一起典型的运输航空事故调查 往往要长达两年以上 复杂的事故调查经常三四年 才出最终的报告 这次调查进展情况通报的高评词 是正常符合要求和程序 但民航局暂未在此次的通报中 披露事故飞机黑匣子等关键部位数据 及相关研究进展 通报称调查组已修复受损记录器 对获取的数据开展了分析 由于事故后只停飞了不到一个月 同型号飞机就在国内恢复了商业运营 所以不大可能是因为飞机自身的缺陷 复飞后 东航规定必须要求教员带队 实现双资深机长加资深副驾驶的 三人制机组 或是采用机长教员加教员加第一副驾驶的 三人制机组 民航局当时称 要求对直飞航班飞行人员进行航一心理健康监测 是谣言 今年的通报已经排除了目前调查方向以内的 所有项目异常 那没有公布的调查选项还多吗 去年3月20日 民航局在一周年时公布调查进展说 由于本起事故非常复杂 极为罕见 调查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 今年民航局表示 后续将继续开展实验验证 及原因分析等工作 并根据调查进展情况 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好的 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